然後講一下LeakCode 189題的Rotate Array 大家在寫LeakCode的時候 是不是有時候算法題會有些卡住呢? 因為有些算法題它不是你可以硬解就可以解得出來的 當然你的硬解是可以啊 只是你的時間複雜度、空間複雜度就會比別人高很多 像這題它就是會有特殊的解法 那非法不多說,直接開始唄 這裡Ex.1是給一個Array 1到7 然後叫你轉三次 怎麼轉呢?就是 7.1移到前面 第一次 7.1.2.3.4.5.6 第二次,再把6移到前面 變成6.7.1.2.3.4.5 最後一次再推嘛 就變成5.6.7.1.2.3.4 好,那 這樣子的話我們要怎麼下手呢? 第一步 就是 K你要做一些精簡嘛 因為你K,假如說你有沒有想到 這個K如果超過7的話 那不就沒有意義嗎? 等於7,假如它是7 那你7移過去 慢慢慢慢它又回到原位了 那其他數字全部都歸位 那就等於優轉沒轉都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要 除一個餘數 這樣子 好,那 這一題的解法是有一個公式的 它的公式呢 其實不難 要記一下 1,2,3,4,1 這樣子 Reverse 好,那我順便說一下 我這邊Reverse就是 我這邊寫一個方法 就是專門去轉它的位置 Start In 假如說我這邊給0 這邊給6的話就是 開頭是0 然後7 然後我覺得1跟7互換 這是我意義想寫的一個方法 咦?這邊鬼鬼的 這邊多有個括號 OK 好,那 Reverse 那 因為前面是要給它整個整列完整的樣子 這樣子 好 這個 公式要用3次 好 第一步 全部互換 這樣子 OK 第二步呢 前K個數字 互換 A-1 好 K-1的原因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為 正列從0開始 所以你前K個就是K-1 OK 就是K-1就是它最後的位置 然後再來是 剩下的還沒換的 趕快把它換一換 K-1 這樣子 -1 這樣子 OK 這就是它的公式了 這公式呢 要怎麼知道呢 如果你有買這個 RECODE的解答的話呢 你就會看到它的公式了 它就寫在解答裡面 不過我沒有買 我是上網查答案的 所以就 我會知道這個公式 就是刷到之後 所以大家多刷題 就會理解些有的沒的東西 好 那這個方法 我要怎麼解呢 方法就很簡單 大家就不會覺得很難了 Start 只要它比and小的話 我就要重複做功 然後 大家都知道嘛 寫Code 兩個變數互換 要有第三個變數去存 暫存 暫存 只是 上一集我已經講了 就是我用c跟temp有時候 我會搞錯 到最後還是 不要偷懶 用temp吧 原來我自己記錯 OK 這樣子 然後最後 換到下一個數字去 and- 減減 OK 這樣應該就完成囉 跑跑看 好 沒錯 那我再重複講一遍 就是 這公式是怎樣呢 reverse 就是 你要 轉三次的話 就 全部轉一次 1 7 換 2 6 3 5 然後 6 4 再來就是 轉前K個數字 這裡是3 所以轉前三個數字 像 你剛剛不是 17換嗎 然後 65換嗎 62換嗎 然後53換嗎 所以隨便變成 7、6、5 然後隨便變成 5、7、6 那 5、6、7 那這邊你看 就跟答案很像囉 最後 再 倒數的數字互換 就是你還沒換的 再換一次 那就是答案了 OK 那今天 這集就到這裡為止囉 謝謝大家的觀看 有問題的話就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然後 一起討論嘛 OK 掰掰